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那今天我们有请当事人 我们单刀直入就介绍来宾了 是我们的老朋友 而且是我们的节目人气王 只要他上YouTube的这个浏览率 动辄是破万的 我们欢迎沈富雄 沈大佬 沈医师你好 光琴你好 还有各位听众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对沈医师 每次新闻发生 我们一直要邀请你 都要看时间 都不能在第一时间就邀请到你 甚为遗憾啊 有这样吗 有的啊 有邀请啊 有邀请 没有 我都 我其实11点档 对我来讲还算是空档啊 还是空档啊 因为我录影都在下午嘛 是 当时候这个监察委员补提名的时候 我就想邀请您 不过anyway 现在有这个新的新闻出来 就是前几天 马英九 前总统 他在这个 柯建民那个案子里面 那遭到起诉 其实沈医师 你先前有预判到吗 嗯 你既然提到马英九 我先要讲一个笑话 可以吗 可以啊 欢迎啊 因为那一天啊 起诉那一天啊 我当天晚上我不经意的看电视啊 我就转到那个彭文正跟李君益的节目 是 那你晓得他们习惯上每天在节目里头都做一个题目 就征询这个观众 投票 让他们投票 嗯 那一天的题目很有趣啊 嗯哼 他说马英九这个案子被起诉了 嗯哼 那他还有九个案子 嗯哼 那加起来就十个案 嗯哼 那十个案 combined together 就通通加起来 你认为马英九应该要关几年 嗯哼 哈哈哈 那法律上明文都已经有 不是这个问题还还没有去啊 这个答案才有趣啊 因为我看了一下就转台了 嗯哼 第一个会不会关不会关 因为我受不了了 不是 第一个 关小于五年 嗯 这个大概有 一百多票 嗯哼 好 第二个 关小于十五年 小于四五年 大概也是一百多票 不过我刚才讲是五十票 那这个是大概一百五十票 是 下来就精彩了 嗯哼 死刑 哈哈哈哈 五百多票 是 五百多票 是 相对五百多票 哦哦 无期徒刑 两千六百票 哇你咧 哇 哇 关琴 这个不不只是笑笑话 嗯 我要问你 你如果是电视也好 电台也好 如果你是主持人 嗯哼 你看到你的名义调查的结果是这样 你作为主持人 或者是制作人 嗯 你会不会吓死 我会把它拉掉 蛤 我会把它拉掉 什么拉掉 把那个啊 网络调查 或者投票的这个 我觉得不是这样 那我 我的高度比你的高度还高 是是是 我是机场鳥肚 哈哈哈哈 因为我问你哦 你是主持人啊 或者制作人啊 看到这样的民调 当然会进来投票的 是属于就 甚至观众里头 不会每个人都投票了 哦 那投票人是比较激进的 这个我们要考虑在内 嗯 但是哈 但是 也是太奇怪了 嗯 也是太奇怪 我如果是制作人的话 那我会认为说 我的观众啊 是小众的小众 是 对不对 那就算收视率还可以 小众的小众的一个节目 值得做吗 嗯 所以我在这里郑重呼吁 彭文正先生 李晶玉小姐 还有她的制作单位 还有我好的好朋友 董事长 嗯 嗯 就是郭贝宏董事长 郭贝宏 嗯 好好思考一下 对 做 这种 public radio 或者这种 有公共资产的这种 第四权 嗯 搞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不好看 对 神医师 我维持高度 我告诉你解答 嗯 为什么这种票数 嗯 因为他们把马英九 当成那天 另外一个新闻 叫做王宏伟 杀了追求不成的女性 张姓女性 176刀 所以她搞错人了 所以才会有 武器徒刑跟死刑 最高票 不过你这个文章 看这个不好笑 不好笑 你这个笑话 比马英九还冷 还冷 我不接受这样的笑话 哈哈哈哈 你说我很冷 我比较好笑 不是 我认为 彭文正跟李俊玉的节目 这个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培养出啊 基本上 她的基本观众 是挺扁的 是 所以他们看到马英九 终于被起诉 很高兴 嗯 因为他们是主张 他们是为马英九 复仇的啦 他们都设为 阿扁 这个一直 遭受到这个 牢狱之灾呀 一路这样 受到这个 司法折磨 所以阿扁 阿扁是完翁的 他应该是无罪 而且 而且 最守元凶 是马英九 是 终于逮到你了 好 他们有人还放话说 有一天关他 要关在 阿扁的隔壁 嗯 很遗憾的阿扁 已经不关了 哈哈哈哈 要不然就关在 他的隔壁 所以 所以他们的脑筋里头啊 是没有法制观念啦 是就 有人应该想说 我这个投什么票嘛 是嘛 因为刚刚起诉啊 对 而且还要 十个案子架在一起 是啊 因为现在是 一案一案加上去的 是是是 我觉得无奇图形呢 也有他的道理啊 因为是十个案子 其实计算的是 薪酬就恨啦 整个加码进去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没有是非 而且只有薪酬就恨 而且只有燃绿 也分成两极 这个是一个 令人 让人很沮丧的社会 非常乐见 沈大佬 他对 媒体 或者说所谓 政论节目 所谓这个 持麦克风的主持人 跟制作单位 提出 严重的批评 我觉得 需要这样的一股清流 我们平常敢怒不敢言 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歪风 那自己身为媒体同业 说实在我们通常是 呃 但但 人家讲但无虚发 我们是但不 这个多发 我是带他怀怒 我好心 我好心 我是带两位主持人 怀怒 就说如果你会 有那么多力气 说实在还好 那个通告话也不错 但是你不能 以此为满足啊 是 因为生命有限嘛 你浪费你的生命 每天都要两个小时 为了讨好 这么狭窄的一群 脑筋 真的是很偏执的人 来做节目 是 人生没菜啊 好 水啦 沈医师 刚刚那个问题 其实马英九 我刚刚讲的是有差池的 其实不是因为 柯建民那个案子 如果真的要讲简化的话 是王金平那个案子 那你有预判到 那是附在开花的嘛 对对对 因为他见听啊 一开花再开花 因为这个案子很复杂 我们就简略的 就是说 王金平那个案子 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那个起诉书的 头一段啊 就开宗民意讲 你是要搞王金平 所以才会下列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一段 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根据那一段 你就会把马英九 后来的作为 看成到底是可以 还是不可以 或是法所难容 还是在情理这场之内 我觉得那一段 多少有定调的作用 因为现在我们牵涉到了 就是说作为总统 大概你的职权 权限有多少 大概你可以懂多少 还有你懂的东西 可不可以跟你的下属交换 还有你是不是可以指挥 或者是指导办案 或者是一个 马英九说这个案子 那个司法总长来告诉我的 检察总长来告诉我的时候 说已经是行政的 法律已经结案了 已经增结了 所以他是讲这一方面 所以这个是有争议的 大家都说这个案子不好办 那个州法官 那个成命法官 也说谁想办这个案子 成命检察官 周世瑜 对对对 他说谁想办这种案子 我倒是觉得还好 我觉得这个案子不难办 你脑筋清楚 搞清楚 就是几个逻辑搞清楚 我觉得这个案子不难办 但是你会觉得不难办 就是你因为感受到 这个社会已经非常两极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非常两极之中 那个不两极的中间那一块 还是很大一大块 是是 当然就是就法论法嘛 你就不用把这个 所谓的政治情节加进来 那所以沈医师您刚刚有提到 他开宗民意 他是用说 这是一个马王政争 马王斗争下的一个动机 那其实我们很简单讲 马英九就是无法容忍 里面两个主角 一个是王金平 一个是柯建平 就是他的眼中钉嘛 你来啊 唠到宝的那种感觉 那他这个 柯建平之于他 不会重于马英九之于王金平 他看到王金平 哇你帮人家关缩 来啦 他想把王金平趁机拉下来 可是你认为 马英九在这个整个处理过程中 他犯了哪些错误 我觉得这两个人 当然跟马英九是不同类的 那说眼中钉难听 但是他就是 就会连打篮球都不会在一起打的 就是马英九看不顺眼的人 那当然也让马英九在任内很多事情就推不动 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认为马英九 要搞他们两个是可以 但是他没本事啊 因为马英九就是笨 你知道吗 马英九我常常讲的 他是傻女婿 这个不是因为他现在下台我才这么讲 我一路就这么讲 我觉得真的如果是作为丈母娘 女儿结婚之前会很喜欢 结婚第二天就会后悔 很多抱怨 因为傻啦 这是傻 我觉得搞他 总统可以搞任何人 但是人家搞得漂亮 搞得不如痕迹 搞得让人家没话讲 但马英九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通常这个凿痕都很深 而且都跟人家看起来 就是他连讲笑话都有问题 所以要搞王金平 王金平是很厉害 你看王金平一路到现在 都是一副这样 这个格局很高 这个讲的四平八稳 其实连老科 老科跟王金平的调调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都比马英九讲的好 马英九一个人斗这两个 还没有斗就输了 所以是一群人斗这两个人 结果那一群人全部重见倒地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翻身 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广告继续演习这个话题 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黄光琴 我们这个阶段的重磅评论 那我们邀到 我感觉好像许久不见的 沈富雄 沈大佬 沈医师我们刚刚聊到 就是说 马英九他栽根斗 他特别非当时候被起诉说 他不相信 那之前有很多朋友 比如四个里面 有三个都告诉他 会被起诉 他非常的激动 可是他这次是第二次了 那可是呢 我们刚刚探讨在整个过程当中 马英九他犯了非常多的错误 第一个 这个案子还在争办 根本就没有争结 第二个 黄世民主动跟你讲 你要想一想 你曾经做过法律部长 法务部长 你又是法律人 你要看看说 第一个案子 这个司法的程序 要走到什么地步 然后第二个部分 这里面涉及到 就是说 你后来的教唆 泄密 你适不适合 利用你的这个职权 无限上纲的 再请检察总长去跟 这个所谓当时候的院长 江一话报告 那以及后来的这个 罗志强副秘书长报告 这都是问题所在 好 你就算要逗王金平 能不能够利用你们党内的 所谓的自律机构 把他拉下来 结果也拉不下来 有没有预料到 王金平会反扑吗 反扑就走司法这个途径 也没算到 结果后来兵败如山道 你看最后自己人 整自己人 结果那个 号称司法铁汉的 我quote一下 那个 黄世民 是这样子告终 他整个政治生命结束不说 那整个是灰头土脸 还被判刑 那马英九是共同正范 所以继之而来 前总统 也步上这个所谓的未来 可能有前科记录 这样的一个记录 那最大的损失 沈医师 不晓得你同不同意 马英九最大的损失 是跟李登辉 尤其是后来 跟这个陈水扁 排排战 就变成说三任总统 卸任之后 都有遭受到 司法的这个追踪 我觉得历史回头看 不会说三个人 都经过司法过程 然后有罪没 所以不会这样看 我觉得老百姓会去看 你们这个涉入司法的本质 或者案子 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现在坊间 有讲说马英九 其实是栽在自己手里 我大部分是同意的 因为马英九 有一点跟你很像 就是他看案子的时候 喜欢用红笔画一大颗线 我看你 你看你打画特画 我改成紫色的荧光笔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色 就是收集资料非常仔细 非常周全 还有你第二个 偏偏画线 偏偏画线 我基本上 我从来不画线 我觉得 你过目不忘 不是 我觉得画线 画了太多 等于没有画线 没有重点 等于没有画线 还被人家当成证据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 比如说教唆 泄密 或者是整人 或者是斗争 或者是权利斗争 这些 我觉得在他整个过程里头 我觉得马英九 从来没有想到这些 根本就没有经过他的脑筋 他认为他在做对的事情 所以 其实如果严格上来讲 他有一点 这个商压 违法自闭的味道 因为他是很严谨的 而且他认为 天下大概是他最守法的 所以他在有可能 逾越红线的时候 我觉得他自己感受到说 也许我不应该 那个感觉 我觉得是没有了 那既然没有的话 现在他回头一看 当然更坚持说他没有 所以他就一路喊冤 但现在走到这步 就静候司法裁判 这一定会来回好几趟 对 神医师 所以我整个众生来看的话 如果马英九 这么不屑这个王金明 甚至认为 王金明跟柯建明 两个是灰色地带人 那为什么担任总统 从08年到2013年 9月阵阵爆发 这中间完全没有抓到任何证据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要让王金平 破例不分区再延任一次 这就是他做的决定 那你后来 我容忍不了官说 你们这些坏人 然后他后来到法庭上 你知道 神医师 到法庭上 我们都去过了 在司法的领域里面 你还讲说 他是坏人 我是好人 用这种诉讼策略能成吗 谁跟你讲这个 刀硬碰硬的吗 不是 在政坛里头 大家彼此看不顺眼 视同筹扣的例子蛮多的 那你作为总统 位置最高 你要整人 当然可以 那我觉得 这个幕后啊 召集你的亲信 然后门关起来 再难听的话 美国总统难听的话 多了 都是三字经 四字经 那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问题就是 你要看你的对手是谁 是王金平 王金平是老狐狸 是的 那你是什么 小白兔啊 所以你说 王金平一再被提名为 不分区第一名 对 你看他这次也被提名啊 对不对 我再怎么想 我的脸书是预测 他不会 人家还是提了他 你不是非常精准的神算吗 这个是我少数错误之一 你远计说马英九笨 为什么要提名他 我倒应该讲说是 王金平厉害 让他们这个国民党决策高层啊 不得不提他 我现在其实 不久以前 我一直在想 下一次 我这个人想得很远 下一次王金平会不会再被提名 王金平是七十 下一次恐怕是没有例外 我觉得你年龄不重要 不重要 我觉得你看狐狸的前面 都加一个老字嘛 老狐狸就是说 跟年龄没有关系 不过王金平可能自己意愿 也不会像上一次这么高了 不 那很奇怪哦 你看王金平现在很多 比如说在打架的场面 他是不上去的 他穿着西装坐在下面 对还有穿衣服 穿那种战斗装 他是不穿的 那当然他因为做 继续当委员 他当然还是这个访客 弱翼 这个不觉得一路 我要约他吃饭都很难的 因为他的饭局很多 他如果不做这个阳村立委的话 也许这个就有点会门前冷落 吃马戏 那所以他是不是 enjoy这个 他既然走过那么长的一段 风光的日子 是不是还眷恋这个 我不晓得 但是其实是目前以他的身份地位 就是很难的事情啊 就是他说我来瞧 但是我来瞧 民进党也不听他的 那国民党也对他也不相信 对 所以所以他这个角色 其实到此 其实到这个会期 其实到这一届 大概就可以换个句号 对 沈医师这个预估是非常精准的 不过就是说 马英九看这个王静平不顺眼 那我想请教沈医师 你最近会不会看陈师梦不顺眼 陈师梦这个人 没有顺眼不顺眼的问题 因为我跟他是没有什么矫情 但是当然我很早就晓得这个 那我有一度还到学校里头 去他办公室拜访他 是为了什么事情 我已经忘掉了 但是我跟他正面 短距离接触 是我是法治委员会的招委 而且轮值当主席 那陈师梦就是好不容易 作为总统府秘书长 就不来立法院的 一个唯一的原因 就是总统府预算 那曾捧福的每年度的预算 是超在法治委员会的手里 那那个时候国民党 民进党是执政党 所以我就很好心 这个九点半会还没有开之前 我就下来跟他讲说 秘书长今天 你就委屈一下 你身段就软一点 你就不要跟在野党硬干 那今天预算过了 你整年都不用来了 是啊 你整年都不用来了 是啊 通常过去的秘书长 今天他们都会 这个磁眉善目 就与人为善 我今天跟他讲 他也不 他脸上没表情 那整个早上 整个过程 他跟国民党也闹得 他跟国民党也闹得很僵啊 所以我平常讲 我是不了解这个 但是他固执到 这个程度 是不是跟陈布雷一样 因为陈布雷 他的主妇 他只是老奖不听他的话 何必自杀呢 现在老板不听你的话 就自杀的人 大概一万个也找不到一个 所以这个跟基因也没有关系 我就不晓得了 就是说何必找自己的麻烦吗 他是很硬 很坚持的人 不过我认为了 提名他 大概是独派 要求在这个十一个年里头 起码又有一个quota 有一个名额 那这个有人push的很凶 那结果就选了他 其实独派有其他很多人想做的 也很失望 但是我觉得陈斯奉最大的遗憾 是我认为他不太了解 监察委员的职责 他现在放话所要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监察委员做不来的事情 我常常把他跟王建轩院长相比 王建轩当了院长以后 他就发誓要整扁钞所有的步伐 结果他六年下来 他一样都没有做 就反而是其他监委要整 王建轩的这个不是 其实监察委员的职权 骚扰有了 职权其实蛮小的 这次其实听说林权院长 是不太同意补提这十一个 反而是林权 因为行政院体系 是不希望有监察院的 因为他就是骚扰有余 一天到晚要查这个 查那个机关 查那个衙门 搞得大家鸡飞裹跳 结果一事无成 但是我觉得监察委员 大家应该要了解 如果一个案子跟司法体系相碰的话 其实转弯的是你 其实转弯的是你 你就可以晓得监察委员的权 有多低了 所以大概一个月二十几万的薪水 做个乘一个十二乘个六 这是不错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志 要三的话 这不是一个好的位置 是我们常讲说说 过去我们称为玉池大夫 现在我们讲说监察委员 有如没有牙齿的老虎 那何以陈思梦 他在这个补提名监委 他接受而自己装上 非常锐利的虎牙呢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再来探讨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带您抢先直级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爆的节目现场 我是黄光晴 我们这个阶段 众漫评论邀请的是 沈富雄 沈医师 沈医师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陈思梦 其实十一名补提名的监委 何以陈思梦成为新闻焦点呢 我们先就源头来看 我们常说诞生机机身蛋 其他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是 刘文雄 但是都没有人碰他 好 我等要留点时间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因为陈思梦太红了 所以大家忘掉刘文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出现一个亲民党 这个可能大家批判仇庸的 那刘文雄 他也是知名的评论员嘛 那也是政治人物 其实我认识的民进党人 不管多虑还有多不虑啊 没有一个人认同提名刘文雄的 是哦 好 那我们今天就 多谈一下陈思梦好了 不要紧张 那其实诞生机机身蛋的问题出在哪里 呃 沈医师你认为 呃 过去民进党常喊 就是说要废考监两院 嗯 那小英上台非常 呃 非但没有这个有废的念头 还加以重用 哦 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机构 呃 包括李易洋 去出任这个考试院的副院长 哦 还有包括呃 陈思梦们 其实很多争议都是蔡英文自己 衍生出来的 呃 没有正当性 很多呃 民进党人也批判 尤其是林卓水大师 不知道沈医师你怎么看 呃 这个考监两院 到底要不要废啊 嗯 其实废啊 恐怕 还是不太容易废 嗯 但是他你起码可以动他嘛 嗯 就好像动省政府啊 哦 这样 哦 动 那个福建省政府啊 嗯 是可以 或者监察院阿扁也有一度 把他们人数降到 就几乎都动不了 是 也不妨碍国家大使 嗯 是可以做到 而且很简单可以做到 而且你现在 那个委员超过半数那么多 嗯 你只要把他预算 就降到很低很低 他就动不了了嘛 他 但是他不做 因为你在野的时候 你脑筋清醒 觉得说这两个月不需要 但是你执政以后觉得 哎 还蛮好用的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在里边 在高层里头 是有讨论过 是有讨论过 大概也是分成两派 那反对的声音 大概也不低了 嗯 那最后大概就正常的声音 大概压过去了 嗯 那 赞成的声音大概 理由也不止一个了 但是最后大概 总统听进去 应该要继续 嗯 我觉得是这样 那 平白天梁一讲过去啊 这个反对考试院很厉害的人 最后当到考试院 还当到院长 还说我在这里 要把他废掉 结果呢 还是很非常enjoy 就是领18% 喊废18% 然后再继续领18% 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现象 那继续这样一个理由 如果蔡英文 还是要看中这两个单位 那陈诗梦何以要接 你知道 施政风老师到我这个节目 也是进行评论的时候 他说 曾经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也有某一个团体推荐他 结果他说 只要有一个办法 你就可以处理这个事情 你要叫你整理你的资料 要递上去你的资料 你就不要理他 就自然知道你没有意愿了 那陈诗梦他可以拒绝啊 以他的这样长期的一个政治主张 他应该很不屑啊 他应该拒绝这样的职务啊 我实在有一点怀疑你的智慧 你怎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好你没说智商啊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对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他想当 而且独派 也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因为给他寄予厚望 希望他任内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你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 你不觉得他 他不是免为其难的 对 因为如果免为其难的话 他不会被听 他一定说我是忍入负重 这个对啊 所以你看他当 他被提名以后啊 话很多 是 而且曝光很多 如果是真的只有忍入负重的话 应该不要讲话 那我智慧不够 再问你一个笨问题好了 因为你有很多秩序的这些啊 是有一点 就让人家觉得说好奇怪 但是你因为 起码你现在大概靠说 民进党在立法院里头是多数了 所以不管你讲什么 你都会过 但是基本上 有普通常识的话 你应该都说 虽然我一定会过 但是过之前啊 我应该还是少惹事 如果是真是忍入负重的话 我认为他不只是忍入负重 他是勇往直前啊 对 因为他们的人是要送 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嘛 其实我有私下问过 那个 党编辑的人物 我说 陈思梦这样子一直放话 然后有些是没道理的 有些涉及违宪的 我觉得他不知道 对 他们说很头痛 而且越讲越over 他们说真的很头痛 还是会集权力 让他顺利通过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说 这个抱着头烧 那陈医师你刚 不不我跟讲 他们当然会让他过 因为不让他过的话 不是陈思梦难堪 是总统难堪 所以一定会让他过 但是呢 让他过 这件事情 虽然会给人家批判 但是我觉得 过了以后的问题更多 就是慢慢长夜 还有六年 沈医生你有没有觉得 他提这些事 说这些话 讲得非常决绝 然后赋予自己重任 忍入负重 是不是有点要合理化 正当化 自己去接受了 这样的一个不提名 我觉得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他不需要合理化 也不需要正当化 他一旦 这个有人push 然后总统接受了 提了 而且他觉得他一定会过 他是忍不住 事先在讲 他未来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他 他认为 他的正当性没有问题 那你觉得 他的谬师跟谬误在哪里 譬如说我举例 他说要用监察权 扫除司法败类 他还说过去的司法机构 办绿不办蓝 而且他标局的个案是 他要替这个 扁案跟这个 郭曉旗案 这个作为一个 指标性的 要争取的一个案件 那其他还有零零种种 要扫除司法败类 可是你知道吗 监察委员纵使有弹劾 人的这样一个权利 可是最后被弹劾还要送公共 工程会嘛 所以你讲的 也不是真正的可以达到的 而且你怎么扫除司法败类 你又不是司法委员会 我们现在召开司法国事会里面的 委员你可以提你的意见 或是说你又不是司法人员 你又不是体制内的 所以提这个不是白讲了吗 所以徒征新闻的一个负评嘛 沈医师不是吗 我要再度怀疑你的智慧 真不好意思 只有一个小时里头 我怀疑你两次 你举那么多 这个媒体啊报纸啊 沸沸扬扬扬已经大家都讨论过了 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他讲的 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呢 我必须要给你理由 因为理由只一个 就他不懂啊 他不懂什么监察委员 什么叫监察委员 什么叫监察的职权 我们的治权 武权分立嘛 武权分立的司法 跟那个监察 是分立的 他有那么大的权利 可以参除他不要的法官 而且法官是以办不办然 或者是专办律来做标准 这些我如果评论的话 我觉得我很无聊 今天你要打劫的对象 我本来以为是陈世梦 结果我变成这个肉包了 那最后想请教沈医师 我们就终结这个话题 不无聊 也是关到你 我看到你在公开评论的时候 在争论节目上 你很激动的最后讲一个结论 你认为陈世梦 他应该不具有被提名监委的资格 你现在还重申这样的话吗 那当然我觉得提他 然后他过关 然后他上任 然后以后六年 我认为民进党 尤其是蔡总统 是找自己麻烦 但是很短一段时间内 独派是很高兴 还好我们这个阶段 也要进广告了 不然我会说 哎呀时间 你要不要谈谈刘文雄 我们修一下阶段广告 我们再来请教沈医师 攸关最近民进党 他们是不是倒退了 不管是人权倒退 还是他们的这个思维倒退 他们的这个所谓 对言论自由的 这个框架大倒退 零零种种这个问题 就在于他们突然丢出 保防法跟反受渗透法 而且里面有派系大战 我们修一下门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是黄光潜 我们向重磅评论的是 沈富雄沈医师 沈医师最近这个民进党 如火如荼 在修这个保防法 有一篇上报的社评 我觉得他的标题是 一语贯之 一语道破整个 我觉得这个事件的一个精髓 他说民进党怎么对得起 老党外的灵魂 简言之 就是30年前 我们都记忆犹新 为了抗议国民党政权 以制定国安三法 作为简言的条件 民进党当时候延续 郑南荣所发起的519绿色行动主张 要求当局百分之百解研 百分之百回归宪法 附近追袭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怎么对得起 30年前那 欲学反对国安三法 立法的老党外灵魂 神医师 你也有老党外灵魂 不是 如果是我来写 我不敢按这个标题 因为那些老党外的灵魂 我们只讲都已经走了 他不见得会认同这篇文章的意思 因为他所谓戒言 在老党外的心目中的戒言 跟现在这个要新的保护法 要close 非常接近 这个戒言 我觉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那前一批已经走了的 这个老党外 他们基本上是非常反共的 如果这个目的 目前这个目的是为了反共 我觉得他们的容忍度会相对提高 所以我们不能为死人 来评价 或者是来定位 现在所做的好坏 这个最近的民进党的动作 政府的动作 我觉得是很吊诡 也只有在台湾会发生 那因为有对岸 有怎么样的对手 有怎么样的敌人 我们这边才会有怎么样的作为 我请问大家 请问各位观众 如果我们对手 在对岸的 在台湾海峡那一边的 是输二 是高痞子 白脸孔 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那大家的想法是不是会不一样 我认为是不一样 我认为因为对手 是跟我们同文同种 同血统 而且同一个样子 而且他们的设台事务的人 全台湾趴趴走 有的人像郑立忠 像王小兵 到处都走 我跟王小兵都还见面好几次 那他们是不是匪迭 他们是共匪啊 而且你看这个 套一句老奖的话 共匪谋我日籍 我问你是现在共匪谋我 我们日籍还是老奖的时代 现在我觉得不会降低 那个强度 当然那你有看谁执政 如果是男的执政 而且是马英九执政 因为马英九的心里头 因为基于庭讯 基于他的背景跟教育 他会对老共 对我们的谋我日籍 会比较松懈 那民进党 我很敏感 这个真的 这不一样吧 所以一样的 下面来报告 说现在我们有几千个 或几百个的匪谍 马英九会说 真的吗 你怎么定义匪谍呢 他们有些恐怕不是吧 那这个 这是往宽松的一边想吧 那民进党一定往严格的重言的吧 你不看到那个范世平教授 都讲很严重啊 很严重 因为这个事 连老美都来提醒我 我们不晓得的 老美来提醒我 我们才知道 所以民进党绿的这边 就像范教授 都会觉得很严重 对那沈医师 具有老党外的灵魂的沈医师 那你觉得严不严重 我认为是严重 我认为 我认为老共 要不要台湾 当然也要台湾 那他当然就 所有的方法都用尽 但是老共的方法 因为碰到台湾人 因为是同文同族 这个是 原来是一家人的 所以他有他的极限 有他难用的地方 所以我几年来 我都讲 老共手中 工具满箱 但是没有一样工具 是好用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最近你看他对 南海很不爽 然后你说就 路客不去了 你看他多干脆 你上网要去 首尔 都没有首尔这个地方 就完全下架 但你看我们 这个他在制裁 我们的观光业 他就是一点点 30% 20几% 就让你凶闷 但是不会心机梗塞 因为他还要台湾老百姓的心 所以说地洞三窑 怎么没地洞三窑 那当然他真的是 民间 你小英不 不屈服 我对台湾人民 更要开一条路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我如果是执政党 我如果是政府 我如果是总统 我对对方用尽的方法 我当然要防范 不过你要想 对方太厉害了 无恐怖路 那怎么防范呢 无恐怖路 我们现行的法治 就我们现行的条文 就已经可以防范了吗 不然你听我讲 要定令保范法吗 你的东西啊 每一行都化现 就等于没有化现 没有每一行 停止对我的人身攻击 那老共来台湾 无所无恐怖路 无所不知 就等于没有知 就等于无知 就等于没什么用 对对对 最后要老掉台湾 用途不大 但是呢 我觉得他就是科技 科技跟果防 如果国防他 我们给人家感觉说 他无恐怖路的话 老美的高科技的 先进的那个武器 就不卖掉 实际上你今天已经拒绝 评论那个刘文雄了 你就直接回答我 你认为 需不需要一个保防法 而这个保防法是 仍然可以到 民间私人公司 去设置的 你觉得 我很简单 我没有规避 我就是像这样 目前大家看得到的 保防法的粗稿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给人家骂 给人家骂 而且效果有限 效果有限 给人家骂的东西就 宁可不要 那如果现在的法制里面的条文 它就已经具备 而且刚刚你有一个评断 其实某种程度是 跟事实是有点出入的 马英九任内 还把国安法里面加重 只要抓到这个共谍 加重它的刑责 相对它是这样子 那现有的这个所谓的 什么所谓的什么国安法 陆海空军刑法 各式各样的法 好几条 已经针对这个部分 已经加以前置 那有必要民进党上台 违背他过去的这个初衷 跟理念 跟对人权的这样一个原则 而在立令专法 设个保防法 而且有我甚至 号称鹰派 由陈明文为首的 他们再弄一个保 防渗透法 给他感觉说 抓假新闻 那就涉及言论 自由的范畴了 这个就很奇怪 开基尔招待会 或者在这方面用力 的人都是鹰派 其他派系都没有介入 那鹰派 当然跟总统比较接近 到底他们这一群 这一帮人是受谁之托 是总统受益吗 还是这个情报体系 直接叫他们这样 我不晓得 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 到目前为止 在方向上 在做法上 在手段上 我觉得都不对 都不对 但是如何反制对岸 对我们的作战力 必须要作为 那当然要做 至于怎么做 很抱歉 我退休以后 我做了很多国家大事 就是这一块我不会做 所以你不要问我 陈明师是说 什么都可以问 不过你还忘记了一个 现在法务部长是新系的 新系的邱泰山 新潮流系的邱泰山 作为法务部长 何以今年一月送出 而且是两岸病程 经过修改了 您刚刚讲说 那个草稿 那个太过分了 他修改之后 两岸病程送出来 被林权 其实是秘书长 那个陈美玲 打回票了 那他为什么要送出来 当然是有当权的受益 这个也很奇怪 因为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又跟陈明文一致 对不对 好像吧 两个派系你说一致 然后法务部长又跟院长不一致 对 然后院长又跟民间一致 一致 所以 这不愧是沈医师 这个我不要评论 你看到问题的焦点 就饶我一定吧 好最后 我看到联合报的一个社论 他的标题写得相当的有趣 他说还有4998名共谍 小英加油 是因为民政党号称有5000名 至少5000个共谍在我们台湾游走 那现在抓到一个周姓研究生 毕业的研究生 他说要去勾我们的外交官 反而被那个年轻外交官检举 第二个就是李秀莲 前部总统的随护 抓这两个小咖 不管他们是不是 当然是在政治意义上是配合 这是一个配合的动作 不过有趣的是 如果是两个旗鼓相当的大国 那彼此之间 比如说美国跟苏联 我就晓得你的间谍哪些 我大概也可以摸清楚 那苏联相反也晓得美国的 所以你抓我的 我大概一个礼拜年 我也同样抓 你抓10个我也抓10个 然后要不要礼拜要放 还是要不要交换 现在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边抓了 好像老公都没有抓 就是说老公不甩我们这一套 老公在阿扁时代的时候 有抓大票的 我觉得都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老公不甩我们这一套 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差 我们在那边没有布建 但是我认为 是个5000多不多 你不妨做个民调 我跟你讲 绿的人会说不止 那蓝的人说哪那么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而且名单又不能给你们看 这也是一个谜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当然你的意识形态 决定你的数目 还有什么叫跌 是不是一定有拿津贴 官方指派的 就好像早年我们说白色恐怖 那我们那些抓来枪毙的 现在都在那个 那个什么山 八宝山 对不对 都历史公墓里面 好 今天跟沈医师聊得非常愉快 跟沈医师一起话 我决定 如果下一次要补提捐位 我绝对 如果有这个被 被这个推荐的话 我绝对硬要 绝对要补提名 为什么 因为沈医师今天对我相当的批判 说我自卖不足 与其现在就被批判 我还不如就脸皮一厚吧 好 谢谢沈医师 好 我们接下来 下个小时的节目